有一个法利塞党人 名叫尼科德摩 是个犹太人的首领 有一夜 他来到耶稣前 向他说 那匹 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 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 谁也不能行理所行的这些神迹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上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尼科德摩说 人已年老 怎能重生呢 难道他还能再入母妇而重生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入天主的国 由肉生的属于肉 由神生的属于神 你不要惊奇 因我给你说了 你们应该由上而生 风随意向哪里吹 你听到风的声响 却不知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由圣神而生的 就是这样 我还在闪口周 并不知 往哪里来 等我